因为是星域所以它反复变颜色 老一局里不会变 关于这个沁色有变化 就是假的的问题 这也是每一个玩具人实际经历过的一些切身体会 那么古域它在土里边突然环境的影响下 形成的各种沁色 常见的沁色主要是铁粒子的化和价次不同 造成它在水溶液里的颜色不同 这个雾式环境里边它会形成这种五颜六色的沁色 那么它拿到空气中甚至泡水 要进行充分的氧化还原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 二价铁粒子有可能像三价铁粒子 三价铁粒子甚至有可能像二价铁粒子发生变化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沁色发生变化是很明显的 我们常见的褐色的黄色的土气 在盘玩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变淡 看不见的那些黑漆色 或者是尤其上一个小黑点 盘玩的过程中 这个小黑点变得明显出现一个扩散的现象 这就是收藏把玩之中的一个乐趣 鼓励这个无穷无尽的变化 是我们每一个收藏人所能得到的一个乐趣 这个互联网实在是自由的 不管网上任何人说任何不同的观点 最主要的一定要从实践中来求证这个观点 正确与否